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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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走吧 那你有话对我说吗 我喜欢你 给你 爱情放大镜 之前跟你要你都不给我 还跑给我追 现在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要把这个给我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从拿到爱情放大镜到现在 你从来都没有照过财俊一次 在你做决定之前 再赢你一次机会 其实一直以来 柴俊都在帮我 再去救我 我们遇过很不OK的事 他从很早以前 你就会说一些很犯规的话 我让你对我复杂 老是奇怪的出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是你把我的开包给肯定对不对 还把我拿来当挡箭牌 还把我拿来当挡箭牌 我真的有喜欢的人呢 但我们有一种命定的默契 我们两个的鞋子一样 在他身边 我总是很安心 你看我没有办法 碰住我的手 非常非常 非常的安心 我曾经到处找寻爱情 后来才知道 任何条件说 都不足以构成爱情 是我在微步足蹈的生活小事 你都认真对待 那才是爱 吃了鸡腿盘你应该会喜欢 还是想吃点咖喱 白兔先生 爱情放大劲你就交给更需要的人吧 我不需要他了 你确定你真的不需要他了 你 你为什么不需要他了 因为爱可以是一瞬间 也可以是一辈子 可是爱不爱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决定 跟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你爸爸和你妈妈当初也很相爱 最后还是离婚了 你口中的那个爱情 真的可靠吗 我不需要一个可靠的爱情 我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坚定陪我一起走下去的人 走着走着 会不会就散了 人生本来就像是一场舞会 当初教会你舞步的人 也未必能够陪你走到最后 如果想要找到一个 可以一起走到最后的人 需要的是彼此的真心 还有能不能沟通 跟自在的相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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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